张宏 马上带你来看到 澳洲移民部长霍克14号 再度取消了世界囚王乔科维奇的入境签证 根据澳洲政府的声明表现 由于乔科维奇没有施打疫苗 可能会对社区构成风险 因此再次撤销了乔帅的签证 霍克的声明中也说 他根据澳洲移民法赋予他的权利 以健康还有良好秩序为由 取消乔科维奇持有的签证 并说这样做符合公众利益 目前并不清楚澳洲政府 是不是会立刻将乔科维奇缔解出境